EZGO的还原EZGO初始设定 这是方便你如果你不小心把这一条面板弄坏了 或者是其他的设定不知道设定成什么样子 我想很快速的还原成EZGO给你的当初的设定 怎么做呢?假设我们不小心把声音不见了 你也加不回来 或者是我们把一些图示不见了 那你就点选EZGO里面还原EZGO初始设定 这个时候你要输入密码,管理者的密码,按下确定 这个时候电脑会重新开机 当电脑重新开机之后你会发现说 这条他又还给你了 相当好用的一个还原初始设定 万一你不小心连这一条面板都删掉了怎么办? 按右键把面板删掉 你连这条面板都不见怎么办? 如果你下面还有一条面板 你可以在右键里面加入面板 选择主选单 这个时候你一样会有一个系统管EZGO里面有一个这个还原初始设定 万一你连这一条面板都没有呢? 请你按下快速键Ctrl、Alt、加T 进入终端机 你可以把一个资料夹删掉 这一个资料夹删掉 删掉之后 重新开机 用指令的方式 这是EZGO非常厉害的地方 即使面板不见了 他依然可以继续工作 这也是Linux、Ubuntu厉害的地方 如果你的面板或者S window真的都不见了 他依然可以继续做事 当重新开完机 你会看到他还给你一个完整的EZGO 所有的图示这些东西全部都回来 相当的方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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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